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我们我想要算的东西是昨天的相受 就是说 例如说我今天有产生这个数值 然后 例如说1月2号 我这个数值 我想要跟昨天来去做比较 那当然比较的话不是相减就是相除 但是我觉得先教你们怎么算昨天比较重要 那如果我想要算是昨天 当然我当然还是要用一个运算式 刚刚这个每日销售这个运算式 然后可是我要特别标明出来是前一天 所以基本上我的一个做法会是这样子 先给你们稍微参考一下 当我们今天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呢 原则上我是先用理解的方式 假设我现在 我现在是2008年1月2号 我想要计算昨天我想要计算2008年的1月1号的销售额 这边我是叫每日销售额 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那稍微注意一下 每日的销售额我们用的就是一个计算计算 加总 然后接下来我要告诉他哪一张工作表的值 把它去加总起来 例如说这边我的一个叫做销售这张工作表 里面 总价 我想这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那可是我想要去计算说前一天 那变成什么 变成我要透过一个 这个CALCULATE这个智慧函数 智慧运算来算 那所以变成就是这个前一天的销售额 所以呢用什么 用CALCULATE来计算 为什么呢 因为CALCULATE它有那个筛选的功能 它可以筛选出你要的那个符合条件 因为什么 因为这CALCULATE可以做条件的筛选 好所以这我想应该也没有问题了 就变成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前一天的销售额 好那前一天我就写昨天好了 昨天的销售额等于什么 等于一样就是CALCULATE 挖骨 它的基本的运算是 这边是不是要写运算是 然后这边是条件 就是筛选的一个条件 筛选条件 那现在重点就是 这个运算式没有问题嘛 这个运算式是不是就是用它 好 所以这个运算式就等于这一个 这绝对没有问题了 问题是筛选条件呢 筛选条件 就你必须要你必须要去设定成什么 就是这个筛选条件 怎么样去定义 好那在这个地方我就要写说 今天的前一天嘛 今天的前一天 请问 那就是昨天咯 昨天这个时候呢 那昨天怎么样找出来昨天 这个日期全部都一样了 日期就是 后面是不是要去逛什么 这个应该是 我们现在就不应该放那个 销售里面的建档日期了 应该要放什么 应该要放资料分析里面的DATE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我们当然就是放日期啦 日期就是资料分析里面的DATE 对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 大概你会遇到问题 应该就是这一个 对吧 好了 那今天的前一天 那就是昨天 那我会建议各位 就上网去找咯 上网去找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当就去 例如说Google大神好了 去问一下这个D A X 对不对 最好你输入的是什么 英文 昨天的英文 Yesterday Yesterday 那 会不会有前天 这就是下一个可能要问你的哦 因为昨天你会算嘛 那前天你会不会算 对不对 Yesterday 对 然后呢 因为我还要再特别提醒你们一件事 D A X 这三个字 这是那个什么德国的 像那个美国不是有一个什么道琼指数吗 德国就是这一个 这是那个缩写啊 所以如果你打 例如说这样子的意思好像是在找那个昨日德国收盘的那个指数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哦 所以我会接你多加一个 例如说 因为函数的英文叫Function 所以 这是我个人 个人的 因为我每次我查太多 每次都找出来 他都先跑出来德国的那个 股市的指数 所以 所以我这边特别特别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 当然 你 等我影片上传上去 你就可以直接打 你叫什么 D A X 昨天 你就会找得到了 好 因为 因为我还是要强调呼吁一下 就是 现在很多老师都在教 都没办法教到这一段 都不教D A X 的函数 就是中文化 中文化没办法教 因为好像大家 都 都 好像虚幻 虚幻一招 就是说 根本就不知道说 应该要学这些东西 好 我只是 只是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去 了解到这一段 不然 你根本就不会算这些东西 这好像说 你只会用Excel 但是函数都不会用那种意思 好了 重点我是要讲这个 Previous 就是之前的 PRE就是什么 前面的 对不对 好 前面前一天 Previous Day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 所以我刚刚记事板 对不起 记事板 这个可以关掉 这个记事板我可以 关掉 我要回复 回来 所以这边是不是要改成什么 Previous 大概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就是我的一个逻辑的思考 我只是告诉你们 这样子你才有可能 学得会 因为太多寒色 你要叫我 再教你 Previous Week Previous Month Previous Year 其实没有意义 我教了一个 就等于教了这四个 因为你了不起就是算 前日 前一天 然后前一周 前一月 前一季 Quarter 还有那个前一年 可以吗 甚至有人会做半年的统计 所以你要会计算 半年要怎么算 这我想应该都没有很大的问题 好所以我们大致上 大致上把这个放进去 所以这个 昨天的销售额 会变成什么了 会变成 这个运算是 我们就要改成它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 就要改成这个条件 好 那我先把这整个 这样子大概可以了解我在做什么事 我先复制 好 我就直接回到这个地方 去做讲解 所以呢 现在是不是 一样要新增一个什么 量值 新增什么量值呢 昨天的销售额 我习惯是这样子 只要我要算 我增加进去的 如果是阿拉伯数字 我就前面加紧字的话 如果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将来如果有机会看到 有我的学生 你要是看到前面有紧字号 有百分比大概就是我交付的学生 为什么 因为这样才方便去找 好 那我这边 我前面 我刻意就加一个数值 昨天的销售额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Calculate 好 然后 上 加种什么 好 昨天的销售 然后接下来呢 Previous Day 瓜糊 这个 好 应该都有找到 好 直接按一下Enter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打勾 你看 1月1号没有昨天的销售 好 那你会说 这边是1月9号 对 1月9号 它就有 昨天的销售在这边 反正你就看对角嘛 这样应该大致上就可以了解了 那我还要再告诉你们一个小技巧 小技巧 因为在网路里面有人是这样做的 就是说假如说 假如说这个计算呢 你要是觉得啦 你要是觉得 这样看不太好看 因为今天开始等一下会越写越长 衣服也加进去了 然后还有一些有的没有都加进去 现在等一下会有一个 反正会写到三四行都有可能 那为了方便我们来去阅读 所以有时候会这样子来去做 就是说 这个 这是我们所使用的函数 函数 然后接下来函数里面是不是有 例如说 calculate 它要两个参数 所以这是第一个参数 这是第二个参数 所以有些人 他就会刻意的 刻意的 就是 这个函数呢 透过一个auto加enter 然后按空白键 接下来呢 这是不是另外一个参数 auto加enter 这样子来去呈现 那看你要不要把这一个 也按一下enter 对不起 这一个auto加enter 放来这边 它的意思是指说 这里 这个函数里面 是不是有 第一个参数 接下来 第二个参数 方便你在写的时候 那个 有人会写那个上的时候 他是不是 在计算这个 左右瓜符的对称 最后他会算不太出来 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好算了 这个 这个左瓜符对应到 这个后面 这个右瓜符 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好对应了 我只是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也许你这样学习 好像会比较可以达到那个 因为有比较整齐的一个排列之后 你比较方便学习 因为等一下真的会写到三四行的时候 这样子只算一行哦 知道吗 如果你做这样子的一个排列 可能对你的学习是有帮助的 好了 那接下来如果做完之后 记得就是点它 让它加进去 这样是不是就产生了 就是这一行 所以重点去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我算1月2号的话 那是不是就很单纯 我用这一个栏位跟这个栏位 来去做 例如说相除或者是相减的一个比较 是不是就很容易比较了 好 请你们动手来先做到这件事情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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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